嗨,大家好,我是歐馬 最近呢,Vocation在日本非常的盛行 也就是工作Work還有Vocation 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名詞 那其實呢,這個概念在歐美國家已經行之有年了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然後很多人被迫在家遠去工作 也因此呢,這個概念又重新的在亞洲 開始慢慢的流行起來 那其實Vocation它的方式是非常多元 而且很有創意的 那今天呢,我們就來看看在不同的國家是怎麼做的吧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數位遊牧民族 只要一台筆電還有WiFi的網路 就可以世界各地趴趴走 一邊工作一邊旅遊 Vocation一詞早在2000年由美國提出 而疫情後呢,日本政府更大力推廣 希望透過Vocation延長旅客的停留時間 填補外國旅客 暫時沒有辦法來的空白 支撐該地區的觀光經濟 整個樂園跟國家公園都是你的辦公室 日本東京有主題樂園推出在 遊樂設施辦公的新計劃 讓上班族在有WiFi網路的摩天輪上遠程工作 更可以一邊辦公一邊享受高空美景 甚至有時還會推出限定版的雲霄飛車 或鬼屋專屬辦公室 另外日本政府祭出 讓國家公園成為Vocation基地 打算支持6億日圓的預算 協助這些地區建立露營地等住宿設施 還有維護WiFi網路設備 推動更多元的企業工作模式 期待藉由Vocation 讓員工置身於大自然 能產生更多新點子 整個沙灘都是你的辦公室 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Aruba 以長達10公里的連續白色沙灘 還有海邊的度假屋為名 當地以觀光為主要的經濟來源 而在疫情後也順勢推出 One happy vacation 想像如果躺椅就是你的辦公室座椅 柔軟的沙灘上伴隨著海浪的拍打聲 一邊與同事進行Zoom會議 休息時還可以滑雙人獨木舟 或壓力大時可以玩花香衣服 看海景 是不是非常的夢幻 而且最強可以享受三個月的Vocation生活 美國企業是第一個意識到說 工作環境的舒適度跟個人的這個生產效力提升 是環環相扣的 也就是說當今天一個員工他對環境的滿意度跟幸福感 越高的話 那他的工作效率也會更高 然後也能激發去更多好的點子 而且這也是目前千禧世代最理想的工作形態的趨勢 我個人也是非常推崇啦 那也期待未來台灣可以有更多 work hard play harder的Vocation工作形態囉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